好 接着下来呢 我们就要欢迎这几位 正式的要来到舞台上方了 这几位就是巨星中的巨星 这是主持阵容最强的一次了 我们要来欢迎 其实在16年前那一次也蛮强的 这一次更强了 好 我们欢迎四位主持人上台 欢迎何宇文 季晴 王仁甫 孙协志 有请 欢迎 欢迎 哎呦 好老公你看看 还会扶太太上来 记者会要演一下 要演一下吗 明显我前面就是放着宇文自己走上来 对 我们是要扶我的方式 好像在扶什么残障的 不会 她很开心因为我没有扶过其他女生 所以我经验不是很好 技术不好 这是我第一次 好棒哦 你看看 直接上来一开始就放闪了 好 来来来 首先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 好 那从美媒这边开始 美媒好 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 所有的长官 贵宾们 大家好 我是季晴 好 季晴 大家好 我是王仁甫 帅帅帅 现场所有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孙协志 协志哥 协志哥 长官好 媒体好 各位现场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宇文 好 欢迎 欢迎 太厉害了 通常一个节目里面 要是有超过一位主持人的话 那就代表说每一位主持人他就有自己的功能性 有自己的角色 对不对 我很好奇在明星便利店里面 大家担任的角色 大概是负责的项目 还是说个性上面 在这个节目里面要怎么样做融合 其实明星便利店这个节目 光预告一推出的时候 不仅仅就是观众朋友们 网友们 就是连圈内所有的演艺朋友都非常的好奇 每次见到我们都说 你们那个明星便利店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的节目 对 那我就一直跟他们讲说 那是来自于害怕嘛 什么 害怕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 你知道吗 对 我想说完了你们四个又要凑在一起了 不会啦 刹在蛋 我们看预告这么的轻松 活力 有活力 怎么可能会是很恐怖的节目 不是 因为是造成其他主持人的压力 哦 你知道吗 除非是刚好跟你们同台 时段又不一样 是 那就开心 哦 因为你会带着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来 对对对 所以应该是这样讲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新的节目 因为当初我觉得光是要找我们四个人凑在一起 就是一件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 对 对因为再怎么样我们的革命情感都已经是十几年了 从少年兵团到现在 这个感情真的就是刚刚讲的 16年的感情 然后我们再聚在一起 然后各自的角色都跟当初不一样 当初其实就是 四个年轻的小伙子跟小 这个少女 少女 一起聚在一起 可是到现在16年后 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的经验不一样了 对 像我们两个那个时候是谈恋爱 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哎哟 小孩子都长大了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我很精壮 现在呢 在节目当中我的责任就是负责试吃 你现在很宽厚了 还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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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语文也是嘛 都已经经历过这么多疯疯于语 哎呦 又生了两个小孩 对 看不出来好厉害 真的 依旧到现在为止已经结了婚 生了两个小孩 也有公婆了 她还在寻找真爱中 好奇妙 语文这个是怎么样 是来自于自己的DNA吗 还是为什么会 没有因为节目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精壮的小鲜肉来 那因为季妹妹爱于人辅在嘛 所以这种功能就交给我 所以你是欲求不满嘛 没有啦 你是说可以讲吗 我老公有满足我啊 没有 其实你 我跟你讲 其实你针对的 你针对的其实不是只有小鲜肉 在下本人就是受害者之一 对啊 因为她的老公呢 就非常的防范我 真的哦 因为他回去就是一直跟他老公讲说 我从以前就一直暗恋他 然后就黏着他 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一起组节目 他还回去跟他老公说 你知道吗 这是孙邪志清点说要我来的 我为什么会来主持这个节目 因为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我呈现 就是半退休的状态 偶尔上上通告 让平常在家带小孩 有一天半夜我正在喂奶 含辛茹苦的时候 接到一通电话 孙邪志打电话来 说宇文啊 我要看开心节目了 这个节目非你莫属 没你不可啊 然后这时候我就放下我的孩子 随着奶水一直还在滴 一定要这么的graphic吗 一定要把 我就决定 不用细节不用讲那么清楚 我就决定 左边还右边在滴 你讲清楚一点啊 我决定是体脂哺乳 当家庭主婦的时候 我要为了我的老战友重新付出 不是啊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也同样喂了两个孩子 对不对 怎么有人喂完就有幻想症 然后我怎么没得到这个病呢 你算比较正常的 我算正常的 我在这里面 在这个节目当中我担任的任务呢 其实就像总经理刚刚讲的 这个节目呢 要在我们的社会带来这个充满正面能量 充满爱 所以我们的来宾只要有黑的 胖的 老的 怪怪的 都在我这一组 我就要好好地发挥最大的爱心照顾他 谁啊 对 我想常常跟你在同一组 没有 我刚刚讲的是杜丽跟小梁哥 你不要自己跳进来嘛 哦 小梁哥也胖了不少 真的 很抓实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 我觉得组合非常的新鲜 因为毕竟我们16年前组合的时候 曾经创下一片天嘛 所以这个随着新团队的进入这个东森啊 我们也打算在今年呢 要再创一片天 哎呀好 非常棒 非常棒 讲得太好了 你们是几位这样凑起来 有没有 以前少年兵团的时候嘛 对不对 那时候学生是 下课不补习 直接冲回家看 是 对不对 然后一直到现在 那现在要在更新的一个世代的这个同学们 又要开始风靡这个节目 对 因为我们明星便利店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呢 我们介绍一些很棒很新奇的东西 因为便利店台湾最多了 对不对 那我们在便利店当中呢 除了看到一些民生用品之外 所有包括像美妆的 美食的 好厉害 时髦的 新潮的 电器类通通都会有 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 然后透过我们四个 现在呢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角色 包括有结婚的 对不对 然后夫妻的 有欲求不满的 离 离 陈 哎呦 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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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讲吗 有单身的 有单身的 单身帅哥 所以各种不同角度 我们会有对这个东西 有不同的需求 对 跟分析 你讲这个全部的 大家都在看他的表情 没有在听你讲话 没有 我讲完了以后 我也不大敢回头看他的表情 这个刚刚提到的也是重点之一 为什么 因为呢在这个 我们四个人的角色里面 对 我也是唯一一个 可以跟来宾有暧昧互动的人 对 哦 因为他们都不行了 不行了 对啊 所以那就是我的功能之一 我好羡慕你哦 哎 真的不错欸 对不对 因为你在这个节目上面 好像 我听到小道消息 是 就是说你们的节目上常常有时候攻气失用 对不对 你好像在节目上面会常常把妹的状态 不是不能这样讲 是真的吗 对 他就真的开把这样 其实不是啦 那你这样跟纳豆有什么两样 喂 其实是制作单位很贴心 不一样他比较帅跟比较瘦比较高啊 对不对 好 谢谢 哎呦 好 没有 厉害厉害 我要跟各位讲就是 我说行为上 真的就是 就是很谢谢制作单位 因为怎么说 因为他们在 说要找我们来做 这个节目的时候 他们就是说把我的角色定位 就是定在 我们希望在这个节目 真正 就不管 不管多久 几年的节目也好 就在这段期间内 我们一定要把你推销出去 也就是说 让我不要继续单身下去了 好了 所以希望你跟雨文 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将来 好不好 恭喜兩位 賀喜二位啊 恭喜恭喜 已經這個是配對節目來著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節目其實寫字犧牲很大 因為其實我們從在化妝間開始 他做這個節目其實有職業傷害 因為何宇文每天在化妝間 不停的騷擾男主持人 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還好我的人生閱歷夠多百毒不情了 要不然很恐怕 我們以後不要在化妝間裝一個籠子 把你關在裡面 何宇文 你清點了我 我當然要負責讓你開心啊 不要到處跟大家講我清點你 哪有這種 我什麼時候半夜打電話給你過 開玩笑 大家會知道 我們這樣聊完 大家會不會覺得明星便利店是談話性節目 我們不是 我們是玩遊戲 拿獎品 而且獎品是真的送 所以來過特別IP都超賺的 你講到重點了 真的是超賺 這個節目裡面賣的到底是什麼呢 它的內容 對不對 我們節目其實我非常的很開心 然後也很有自信的就是 它難化了所有年齡層 不管是從最小小朋友 或者是到年紀很長的長輩 都會很喜歡這個節目 尤其是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現在在演藝圈 我們已經錄了幾次了 在演藝圈已經掀起一片蜂巢 對 只要有來過的人都說 禮拜一我們有錄影的時候 不能排其他的通告 因為他們都要來上明星便利店 因為我們在節目上裡面 所介紹的所有的商品 通通都可以拿回家 包括主持人喔 包括主持人 真的可以帶回家 真的可以帶回家 所以他們來都超開心的 他們都現在換開卡車來載東西 因為我們同一隊嘛 那我們兩個一贏了之後 我們是有兩個 對 比方說那個電動車兩台 唉唷 聽說你們現在連民宿 都已經開成連鎖店了 不好意思 我有一個 裡面禮物拿了一大堆 我已經有一個房間隔起來 當儲藏室了 真的喔 真的 因為現在每天 拿回家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以後呢 因為便利店到處都有 每天每一個人都要進便利店 對 對 對 從今天開始好不好 以後每一天的晚上的 1到5的9點 大家也都要鎖定明星便利店 沒錯 你可以看到最棒最新的東西 應該也會有些活動 跟網友互動啊 送給網友啊 也會啊 對 對不對 造福人群嘛 沒錯 最好的商品推薦給大家 是